Hello 今晚是想說說我的湯包 湯包其實都是懶人包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大家很空閒 所以最好有一些很漂亮的食物包 或者是送包 根本已經是預備好 這樣就最好了 我的湯包例如這個 是一個粟米湯 米芝蓮廚師的一個Recipe 平時買回來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放進冰箱的Flozen 然後你煮之前可以拿出來室溫解凍 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其實裡面是沒有菌的 也可以放在四道冰箱都可以 拿出來的時候它就凍冰冰 凍冰冰做法很簡單 真的懶人包 就是煲了一個水 就是煲滾水的 滾了 最好就是把這個包放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完全蓋過這一包東西 如果不可以的話 其實蓋住三分二 蓋住三分二左右都可以的 現在我這裡就讓它躺下 讓它躺下它就蓋住了 我建議最好不要蓋住蓋子來煲 因為其實水那麼滾 然後裡面又有東西 當然會滾出來 不需要擔心我們這個包是會不會爆的 不需要擔心的 因為其實裡面如果是空氣並不是滿 即是我們有一個計算 其實它是怎樣煮都不會爆的 待會其實可以試驗給大家看 等它熱熱熱的時候 我們捉一下它 那個包是不會漲漲漲的 好 讓我預備些東西先 這個包呢 我就將這一包的粟米湯 就放了進去熱水那裡 就20分鐘左右 現在在煮著 可以大家過來看看 我自己也有問過這個問題 就是會不會煲得爆的 其實如果我現在捉給你看 你看到它是不會漲漲的 其實它裡面是不會爆的 所以這個煮法就在熱水裡面 就滾大概25分鐘左右 就一定裡面全部都熱了 我現在就在這裡等 好了 差不多了 當然你不是站在面前等 你可以計時的 我稍後介紹一下這一塊布給大家認識 因為我在英國買的 現在就很流行 我覺得很喜歡用這個布 其實當你拿出來的時候 你不會說熱到很熱的 大家會有自己的手套 或者是什麼 其實這一包東西 在它熱的時候 最熱的時候 我先關火 在它最熱的時候 最重要的做的東西就是熬它 熬它 因為其實這些湯有一定的結度 它倒出來的時候 其實最好是均勻一點 這樣我就可以倒出來 ron 넘碗汆 這支是玉米湯 鱂魚 這是玉米湯 這是玉米湯 是玉米湯 更好配合